對對對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在拍片 今天我們來這邊其實 最主要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要解開 不是觀眾的疑問 是工作人員的疑問 除了製作單位之外 我本身的經紀人 也有這個疑問 就是 我的人氣為什麼如此的高 每次我在外面出外景的時候 只要有人想要跟我合照 一拍完 每一個人的一句話說 哥我不懂為什麼 我要讓你們使心 我絕對絕對今天就是要來做一個人氣大考驗 假裝是店員 看誰認得出來 尤其我今天選的是早餐店 然後呢 時間點是 12點15分 早餐店又是12點15分 這是難上佳蘭的事情 既然我就說要挑戰我的人氣 從做一日的早餐員開始 那想必我還是要學一下 早餐店的一些流程吧 所以我們來歡迎店長 店長 你好 就由我帶Brett這邊來 稍微熟悉一下我們這個 早餐店的流程 這邊 煎台的部分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 豬排蛋餅 你比較擔心一點 這就是我們的豬排蛋餅 那這邊就用Frader來示範一次 加點油 加一點油 加一點油 那吃一點油 果然是廚師等級的 所以我有一點點千層蛋的感覺 哇 這樣是雙層蛋餅 可以吧 可以 色香味俱全 那我們豬排蛋餅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當你想要來早餐店用餐的時候 你應該會想要搭配一杯咖啡 對 對 那我們 賈商寶現在新一代的咖啡機 一般早餐店比較少看到這樣的機器吧 對 我們是採用這種阿拉比卡咖啡豆 對 喝出來的話它是又濃又醇又香 對 哇賽 現在早餐店這麼享受 沒錯 所以這樣就是冰拿鐵這樣 對 這就是我們的冰拿鐵 既然這邊內廠的部分你都完成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要換你外廠的部分囉 店長 你這個環境蠻特別的 對 因為現在我們世代店的風格 是搭配我們原本有的橘色 然後再加上現在流行的黑色 那來做一個融合 然後搭配我們工業風的裝潢 讓客人來吃早餐有一種不一樣的感覺 真的 這個看起來環境非常的舒適 沒錯 然後你以前在吃早餐的時候 是不是走進去早餐店都會有油煙味 全身那個都是那個味道 對 新一代的裝潢這邊的部分 就是把我們的用餐區 跟我們的工作區把它做區隔 那這樣讓我們客人來走進來的時候 在用餐的時候 不會帶著滿身的油煙味走出去 可是我現在發現其實現在的店面 早餐店面 他們的不管是在經營的模式 或者是在環境上面的布置 還有什麼 我覺得你們都非常的用心 是沒錯 然後加上其實現在大家在 這個產業好像 大家都還滿熱衷在這個部分 沒錯沒錯 那這個部分就是歡迎大家 來加盟我們假上寶 我們會以不一樣的裝潢跟創新的這些風格 來帶給大家不一樣的感受 所以我等一下的工作就是 等一下的工作這邊可能就要麻煩你 幫我們客人點餐 然後這邊再幫我們送餐給客人 對 那因為我們對於客人就是的態度啊 跟讓客人有一種來家吃早餐的這種感覺 所以就是要讓他們覺得 來這邊是非常開心 對 所以禮貌 禮貌 熱情 對 還有溫度 對 服務至上 對 那我們接下來就交給你喔 交給我 沒問題啦 所以我要送餐 蘿蔔糕 你好 你的蘿蔔糕 謝謝 謝謝 餐具在這邊 好 好 FRED你等一下有遇到第一個客人 請用中英夾雜的方式幫客人點餐 好沒問題 你好 這邊有菜單 所以 我們可以坐著先點 我們來交人 謝謝 有餅 是 right here thank you 好 這我幫你結個帳 290 這個要加15塊吧 290 290 305 FRED等一下 我們剛剛有兩組客人嘛 等一下是一組男生一組女生 那你在送餐給他們的時候 請跟他們說 美女今天要加油喔 帥哥今天要加油喔 來一個那個鐵板麵 你好喔 這是公保鐵板麵 美女今天要加油喔 好 筷子在那邊 筷子在那邊 喔好 謝謝 先生你的餐點好了 你給點看看是不是 四杯奶茶不要冰嘛 然後卡拉雞再來不要剩菜 335 335 喔對喔 你好誠實喔 要外帶嗎 沒有 沒有嗎 還可以去坐一張點沒關係 先點 謝謝 謝謝 這樣嘛對不對 對 下一組客人來 你用台灣國語的方式幫他點餐 你好 你的薯餅 謝謝 謝謝 你沒看我沒人喔 你一直下指令是不是漂亮喔 怎麼台灣國語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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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點什麼喔 然後我金塊可以一兩顆就好了 一兩顆喔 好啊 25加 55 再加 等一下有可能離開我裡面外帶的時候 他要離開的時候跟他說 謝謝光明他一下子再來 然後對他比愛心 沒事沒事 你沒看我在忙是不是 你可以在鏡頭嗎 嚇死你 你好 你好 內用還是外帶 外帶 外帶好 這樣麻煩你再幫我點餐 這兩個是 對 飲料可以換啊 這是那個 這是那個水的嗎 對啊 我只是在想是不是你 是啊 為什麼酷喔 很酷嗎 很酷嗎 你是來實體當店長嗎 對啊 沒有當店長 當員工 對啊 應該是我買一個新的麻鐵 來幫我下一個肉醬5號 然後一個奶油雞肉5號餐 兩杯大冰紅茶麻鐵 我們一起 不是啊你啊 好好OKOK 等一下我們要直接站到門口 然後對著外面大喊說 歡迎光臨夾上寶 然後比超人的姿勢 我把他們兩個叫回來 你要不要看 歡迎光臨夾上寶 好 等一下阿嬤回頭看我 我跟你說我現在去問那個 騎摩托車的小姐 要不要試站上寶 好不好 等一下等一下綠燈綠燈 請問一下你吃飯了嗎 吃飽了 你吃飽了喔 吃飽了 好謝謝謝謝 怎麼樣 我有一個小小願望 什麼願望 等一下可以跟你拍個照 可以當然可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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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們收一下 你可以對他們唱生日快樂歌嗎 不是 你們今天有人生日嗎 沒有 你們有聽過生日快樂嗎 因為我有訂的頻道 真的嗎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 我教大家今天那個雞排是滿簡單的 你下次給我去看 真的嗎 真的不用油 你就用雞皮的油 讓雞皮脆化 非常香 好啦我幫你們收一收 謝謝你們 好 小心喔 謝謝 今天這30分鐘 還可以吧 還可以啊 我表現的還可以吧 非常可以 就是算數差一點而已 對 然後有時候會小小忘記 對 那我這麼辛苦 我要的也不多 就是一份豐盛的早餐 沒有問題 真的沒有問題對不對 沒有問題 我每次都知道為什麼鐵板麵如此的迷人 做早餐其實就是一個服務性質的 因為每個人對早餐的那個期待是非常重的 因為你當你一起床的時候 你要接受你要去上班 或是要接受新的一天了 其實好的早餐會讓你非常開心 而且更有動力去影響未來一整天 現在所有的早餐店都是一直在進步 像我們的咖啡對不對 啊 皮卡的咖啡豆 難道不能坐下來好好享受一杯好的咖啡嗎 跟美味的食物嗎 靜下心來 想一下等一下老闆要罵你什麼 你才能去面對嘛 你要有心理準備 你已經預測到老闆會罵你什麼的時候 老闆再怎麼罵你 傷害力都不大 每天來是不一樣的 享受一下 人家這麼用心打造這個環境 就是要你們來享受嘛對不對 我有一個小小小小的願望 就是把所有的肉品 夾在那個漢堡裡面 好就是雞腿排 然後培根肉排跟我們的豬排 好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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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少年的夢想 對不對 整幾何時誰不是這樣子 真的 我跟你講真的 每一次去 每次去每次都想 但是真的不敢 因為老闆都很忙 老闆都超忙的 好爽 然後你很怕你跟他點餐 他真的起步一瓶 難得自己來這邊對不對 享受一下 我們就等下 吃一瓶 吃了 吃了 一瓶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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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